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違反洩刑法規的規定 向保訓會提出了申訴之後 他在保訓會那邊得到了有利的認定 裁判的一個結果 他個人的勤務時間雖然是被調整 但是他的同僚、他的同儕 其他人的勤務時間卻並沒有相應的獲得改善 今天願意公開的站出來 提出這樣的訴求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了解 那這一位警察同仁 他在追求的並不是只有他個人權益的保障 他作為一個警察其中的一份子 他是希望能夠藉由他的這個個案 能夠喚起我們的警政署高層 真的要正視我們基層員警在勤務時間安排的不合理 以及過長的勤務時間對我們警察同仁 他們的身心權益所造成嚴重的傷害 能夠避免未來相逢類似的悲劇再度發生 我們現在的法律規定 警察勤務條例規定第十五條 福勤人員每日勤務以八小時為原則 必要時而延長之 但是對於這個必要時 無論是警察、消防或者是其他的公務人員 他們都沒有一個具體的解釋 到底這個必要時是為什麼而必要的 那為什麼這個必要時會將我們的福勤時數 經常性能帶到十二個小時 增加我們的勤務壓力 增加我們的勤務時數 導致我們沒有辦法正常維持一個家庭生活 甚至沒有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意的需求 這樣的狀況發生 首先我們看記者朋友這邊左手編的這一張 這一張是以一段式 直接扶八小時的勤務來做編排 這是以十三個人的鎖的方式來做這樣的編制 你看實際上這樣的版表是排得出來的 那右手編這一張是以我們另外一個原則 請示、洗、八 也就是說工作四小時 休息八小時的勤務所排出來的 以十三個人這樣子小規模的鎖來說 它都排得出來的 那為什麼幾乎全台灣的派出所都排不出這樣的版表呢 今天主要為什麼基層同仁這麼樣的過勞 主要有三個問題要面對 第一個就是雖然每天八小時勤務 但是必要時得延長 何謂必要時 第二雖然每個禮拜應該有週休二日 但臨時事故可以停止 可以停止這個週休二日 第三如果治安狀況需要 就要呆在例如派出所 呆在警察局待命扶寢 這三個問題世界各國都有 我就簡單就這三個問題提起我要怎麼做 那我就以德國為例 雖然還會輸求 不過法律上還是有一些更值得參考的 第一點談到加班的情況 那麼德國各幫的警察勤務公時命令都規定 每週最高公時48小時 最高不能超過 就算延長 就算依我們所說的必要時得延長每天八小時勤務 每週加起來仍然不可以超過48小時 而且這個延長工作 跟我們勞基法一般勞工一樣 必須得到員工代表會 德國各警察局都設有員工代表會 因為員工代表會聽證參與 為什麼要延長 他必須要提供意見提供參與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關於每週兩天的這個休息 那麼德國各幫的警察勤務公時命令都規定 盡量排禮拜六禮拜天 那當然不可能禮拜六禮拜天沒有警察 所以這個輪班就非常重要 每一位員警在兩個月的週期之中 至少要有兩個週末是完全休息的 不可以讓同仁完全沒有這個週六週日 沒有辦法跟家民團聚 沒有辦法跟上社會主流的這個作息時間結構 更重要的是休息時間 我們在各案中 今天我們提供的這個新聞稿就有提到 那麼德國各方幾乎都規定 那麼休息時間例假日的時候 必須24加11 至少要有35小時完整的休息 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基於治安狀況可以待命扶勤的問題 那麼德國各方法律都規定 每四個禮拜的區間 最多只能有一個禮拜可以待命扶勤 不可以每個禮拜 甚至隨時都叫人家待命扶勤 而且這個待命扶勤時間 全部算工作時間 每週仍然不可以超過48小時 透過這些設計 你才能夠有效的解決我們剛剛所提到的一些問題 我們警工會這次的訴求 主要是針對我們所謂希望警警政署 談視我們所謂的必要時 得酌勤演場的必要時 這個必要到底在哪裡 我們的酌勤演場到底是依據什麼樣子的判斷 來做一個酌勤演場 以及我們比例法理裡面 既然他都說了原則上是8個小時 那我們現在扶勤12小時的遠景的比例 與扶勤12小時以下的遠景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那有所謂的符合我們這所謂的原則嗎 我們希望請警政 以及我們工時費延長了 但是我們所領到的只有加班費 更好笑的是 這個加班費竟然比2018年1月1日公佈的 基本時薪140塊的加班費來說 我們的加班費竟然比這個還要低 第一我希望說警政署你檢視這個東西有沒有所謂的補償的措施 好第二點 警政署應該要建立所謂的遠景的統一機制 當勞工今天要加班都要有一個銜商機制 要有一個統一機制 為什麼我們警察加班 卻是由分局警察局警政署這邊單方的說話 就要求我們加班 他也要提出一個依據所在說 你為什麼需要加班 為什麼有必要加班 這個東西到底是為什麼出現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跟我們溝通 要求我們的統一 當你們真的我們同一之後 我們才可以去加班 這才是一個正常的行務規劃 第三點 我要求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細紙分局 針對我個人這次行務的變化 提出一個具體的公文書 來說明說為什麼今天只有針對我個人的變化 而不是我們全體同仁個別的變化 全體同仁應該也有這80個小時的權力存在 為什麼今天是我個人還沒有一個公文書 連跟我解釋都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是情務條例所規定的 每次呼籍8小時的原則 所謂必要史最主要的就是因為 目前員警的這個缺額還沒有補足 再統計到今年4月 我們員警的缺額還有4000多人 那在員警還沒有補足的情況之下 以及加上這個治安的這個需要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必要史 才去加班 那我們也一直在推動以8小時為原則 那你要說要加班的話 這個是以2小時為度 最多只能4小時 但是你只要說要增加到4小時的話 這個就是要由情務機構 分級或者是大隊 這個召集、這個嚴謹 這個開會來做決定 您剛剛有提到說那個 因為治安需要 那意思是說 從蔡總統執政這兩年來 治安都非常差 以至於這兩年來 我們無法去改變這個 這個必要史的狀況 這兩年來都非常必要 因為治安不好 因為缺額不足只有4000人 所以你已經幫蔡總統的政績做一個定論了 他的政績治安不好 所以必要史 到現在還是必要史 再來就是 連到12小時 需要找警員開會 我們這也很好奇 我們就直接請施嘉誠原警 他被延長12小時 這扶勤這幾年來 有被開過幾次會 這很容易了解 再來就是 我想喔 我們警政署的立場 就是照顧所有的原警 這個 不是說 對於個案來做答覆啦 而且兩位 你們也沒有辦法代表全體的這個原警 因為現在 警察人員沒罵主公會啦 所以我們 他們認為說 我們沒有代表性 他們認為每一個基層原警的話 都不值得聽 因為他們沒有代表性 那我們現在就以基層原警 我周遭就已經有人身亡的代表性來說 你們到底能不能給一個函事 或者是請我們去開會演議 您既然剛剛已經質疑了 他們兩位的代表性 那就請警政署回去 請你們記一下 請你們記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 就發函 問全體的原警 他們的訴求 站不站成 全部的原警做平常 這樣就不用再去吵誰有代表性 誰沒有代表性了 讓所有的原警 可以放心的把他們的心聲講出來 這個應該可以做得到吧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第二個 那請你們也把訴求帶回去 給署裡面的長官 跟署長講 我剛剛已經其實蠻力量你了 就是說 今天是被叫來這邊開記者會 有你的困難 但是我只是 拜託你在講話的時候 將心必心 了解他們的心情 他們今天要這樣站出來 其實 從我的觀點來看 這很勇敢 平常在警察體系當中 他們只沒有這個機會 幫大家 很直接的把這個話題講出來 第二個部分 必要性的函事 什麼時候可以做出來 請請證書 正式還付我 必要性的函事 什麼時候可以做出來 請請證書 正式還付我 第三個 現在有多少遠景 是現在 不管 你們現在用什麼理由 在12小時 請誤 這樣子的編排上 全部有多少遠景 是現在這樣的請誤裡面 是不是也可以讓我們知道 這個是第三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 接下來請證書 打算透過什麼樣子具體的作為 來逐步的減少 這12小時 請誤的開放 讓越來越多的同仁 讓越來越多的同仁 他們能夠回覆 原則上面請誤八小時 那針對我們剛剛所講的 剛剛所講的那件事情 那些事情 因為我知道今天你也沒有辦法 你一定沒有被授權 在今天這場記者會裡面回答 這麼具體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請證書 一個禮拜之內還付給我 是不是可以請請證書 一個禮拜之內還付給我 有困難嗎 還是需要時間再長一點 需要長一點嗎 那你可能是所有的訴求員員帶 對 那是不是給我們多一點的時間 因為我們 我們宣 縣市跟訴求機關加起來 有四十幾個單位 所以我們要 沒關係 你需要多久 你跟我講 好 就一個月 沒有問題 你需要一個月 我就給你一個月